深色甚至变成黑色 羽化的就是柔化的黑色 凸显你要的主体 那这就是它所谓的 光运效果 老相片呢 我们做一个老相片 它这个其实它这是一种 遮罩了 就是图层遮罩 刚刚我讲的图层 再盖到这张相片上面 产生这种好像刮过的痕迹 然后让纸材老化 这都是一种后织的特效 当然这里面很多了 我也不要说一一再去讲 那我现在讲一个 它这里再往下好了 一个滤镜范围再讲一下 这个滤镜很不错 我举个例子讲 比如说模糊好了 中间这有个十字准心 你放在它脸部的地方 然后大小再拉大一点点 我们来看 大小再拉 稍微大一点点 这是控制模糊的等级 你要模糊到什么程度 暂时 这每一个你都会去 摸一摸 调一调 感觉它有什么不一样 先按确认 好 来我们 这样可能看不出来 来我们再来一次 好 先看一下 刚刚我把 十字准心放到它的脸部 是说 我要让它脸部 变得很清晰 后面要变得模糊 它这个照片本身都已经做了一次了 那我们现在再 做一次 是让它的脸部更凸显 各位懂这个意思吗 来我们再来 一样在滤镜上面下一些功夫了 来这个滤镜 刚刚 第一次我还有 有铅笔画 那铅笔画的话 我要是把这个摆在中间 这样大家看得很清楚 可是 这种看起来很突兀 那当然这就要 要一些经验 你要一些经验 怎么样做才是 对的 真的这个 这个就 但它就是给你这个功能 它光这一个选项里面 你看就有油墨的效果 来 我用灰阶好了 什么叫 各位看一下 如果把范围缩小 我只有在它脸部的这个部分 它还要维持到彩色 其他的部分 全部都已经变得黑白了 那这种 这种效果 也是我们常常在照片处理上面 看到一种效果 它怎么会这个样子 那人脸 因为 我们人的构造 原素太多 比如说一朵花在中间 那就很容易分出来 然后反向 你看 这每一个都自己去看一下 变身 加入杂讯 这种 这种效果 你看 光这一个滤镜 就能做出这么多种效果 其实 对各位来讲 已经是 很足够了 这是我讲的滤镜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 当然 这里每一个 各位都可以再去 就是 反正中文的嘛 你就去摸一摸 做一做 看看怎么样 那 这边就彩绘了 那就是我们讲说 怎么样把我们的人像变成 比如说 铅笔画 什么的 像射铅笔 好 你看这里有 有它的那个 就是 你下笔的这个程度 高与低 然后用到8 它是这样子 那事实上其实 这个是在我在常用的是什么样 是在做动画的时候 好 我举个例子讲 我先把它变成黑白 然后我在用这套 这个滤镜的时候 射前 然后 比如第一次我射2 第二次我射 射成5好了 第三次再射成6 7 再变成最高 8 好 然后呢 在 我分了三步四步 然后第五步 是它 那第六步 是它 好 我总共6张照片 我去用这个做动画 它就会慢慢的建成 然后从铅笔好像数秒 慢慢起来起来 然后变成黑白的 然后再涂上颜色 然后变成这样子 照片 好 这就是 我们讲 创意就是这样 就是你做久了以后 你就会有很多你自己的 想法 那你怎么展现出来 就是要辉用工具 这样就可以了 再来我看看还有什么要讲的 加入背景材质 这个也可以稍微提一下 来 什么叫背景材质 背景材质就是 好像在你的照片上面给它做成 我先讲好了 因为这不太好表达 来我看看 各位懂了 什么叫背景材质 它也是一个涂层 那是一个遮罩涂层 它就是这个遮罩就是 遮在这个相片的顶上 让它做起来好像有颗粒状 毛边状 甚至有那种时刻的那种效果 让你的照片整体感觉不一样 来我们 再试试看还有什么效果 我们觉得还可以接受的 来 好 这种大家看起来就 你看你原来是很光亮的 这感觉起来 就是相片 原来你用的是光明的相片 那现在就是用霧面相片的感觉 懂我意思吗 这个在视觉上面 透过工具都可以做出来 好 那在接下来呢 这里我再讲一个 很重要的就是 等一下我们要常用的 就是所谓的 相框 这个相框其实就是我们 在做相片的时候 因为相片你看 完全无边框 看起来 感觉起来了 好像还差一点什么东西 可是如果说今天我套一个相框进去的话 那这也是我认为Photoscape那边 他做起来我蛮欣赏的 因为你要去设计一个相框 真的用 真正的影像处理的软体去做 那真是太费事了 我举 举个例子 我先把一个相框做出来 各位看到了没有 这个感觉是什么 好像你的相片 这脚 这两个脚 有凸显出来 这两个脚 凸显出来 懂得影像处理的人 或者你稍微有点 涉猎的话 你就知道 我用影像处理 要做出这样的效果来 其实 很费事 那步骤是非常繁复的 而且不见得做起来 大小左右 会做的那么一致 那他这里只要用套用就好了 他这里只要用套用 刚刚我们是用1嘛 那现在我们用3 3是什么 只有翘一边 这效果 也是很漂亮 对不对 都做起来 翘一边 也是很漂亮 那我们用6 4个脚都翘起来 各位看到了 这个 这个就是他直接你套用就好了 你也不必问他怎么做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讲的模组的东西 套用就好了 好 那现在 问题在这里 我现在回到 另外一个 再找一个好了 让解释给各位听 好 各位看一下 这有没有感觉是相片插在那个子里头 他的立体的感觉 更明显的 那这个插入的话 这个三角形 你要迁入插进去的这个大小 是在这边控制的 比如说我把它弄最小 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插入的角就很小 如果说我会弄到最大呢 好 这个 大与小 到底用多大多小 感觉 你觉得好就好 好 那所以说假如我 比如说今天我这一个 那个 版型里头 我要放两张照片 那两张照片都用这种 当边框的话 是不是感觉起来 照片是插在这个 里头的 并不要你真正去割开 他直接帮你做出来 这就是我讲 相框 的好处 那他这里当然下面还有什么 圆角边框 这可以调整 还有扩大底框 好 各位不知道这干什么用的话 你把它点下去以后 每个数值去给它动一动 调一调 各位只要看里面的变化 就知道了 好 好相框的框线 好 你看 比如说我用红色 因为用一个什么就知道 他哪里有变化 好 颜色不一样 好粗细 往内 好 圆角程度 这个就自己去 体验 倒不是说 一定 要加 只是说 当你 觉得有需要的时候 你要知道 在哪里 把它叫出来 好 现在我们在讲的第一步 你每一张相片 都要经过这样子 慢慢去把它调到最漂亮 我们再放在杂志里 写真集里 它才会漂亮 好 第二个来 我们看第二个标签 叫装饰 装饰 顾名思义 就是你 我现在 呃 这女孩子因为我不认识了 所以也不要故意去恶整她 各位看一下 好 比如这个 各位懂懂了 我不套脸上 对他不尊敬 就是 你要耍酷搞怪 要哭手的话 这就OK 都没有问题 你把这个物件叫出来 这就是一个图层 只是 做成 png的这种图层 那 你要复制就按左边 要删除按右边 要旋转按中间 这东西是 复制一个 量出来 删除 这个 点到它 再删除 这里 学一个口诀 先选目标 再做动作 电脑是很笨的 你要是今天目标选错了 你给它下达 下面的指令的时候 你说它怎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没有按照 按照我要的来做 是因为你没有把目标选好 现在要讲 这个应该可以 来 比如说 放到哪里好看 自由新增 我先把它放大 这个调整大小 旋转一下 我再拉一个出来 让很多新兴的感觉 但是这个 再小一点 你要去营造什么感觉 各位注意到 这就是图层的 运用了 底图 加上这两个图 好 来 假设 我今天要模拟 它是 它是 什么 就是 我讲的是 杂志的那种感觉的话 好 来我先加一个 FUSI 你摆在这边 好像 这个model 它是一个model 是帮 FUSI 拍的 那个 平面的摩托尔的那种感觉 这种都透过创意以后 你就可以把它 就是 整个给它 营造出来 好 我今天在 相片的装饰上面 我这个 就是编修 润饰这个部分 我讲的 算是时间 蛮长的 那但是 还没讲到十分之一 那其他所有的功能 有待各位去发掘 还有自己去熟练 事实上这套软体 已经够用了 已经够用了 对于出街的人来讲的话 这套软体免费嘛 而且功能又那么强大 绰绰有益 剩下就是各位自己用心的去学习了 好 那么 我们再过来看 好 好